嗨,虎宝们好,这里是Jenny K 在各种做各种忙碌之后 我终于是病倒了 然后今天我现在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不想要把我们的学习进度拉得太慢 所以我决定今天把我们的数字部分完成 我还是找了一位希腊的一个朋友帮我们来读 然后我也借鉴了一位老师给我建议的方法 就是让这个朋友呢每个单词读两遍 他也确实有这样做 虽然这个朋友他两百多斤大块头 但是他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 然后这个小白板也是由他来写的 都很仔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0,70,70,70,80,90,90,ты,1 100 1000 2000 2000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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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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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用一个二十的这个词下面接上五的这个词就可以了 就是 如果你要是想说一个四十四 那你就用四十的这个词 加上四的这个词 就这个样子就以此类推 你可能只需要一个很短的时间自己学习一下 然后你就能掌握规律 然后再把这些数字记一下来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小部分内容 然后我前天的时候我上午是去拍了感激 就是在雅典每一个街区每个星期都会有那么一天是感激的这个日子 其实乡土气息特别浓 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在我姑姑家的乡镇感激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那个状态 然后我拍了很多内容就是想要展示他那个感激都卖什么 但是当天其实我就不是很舒服 到了当天下午晚上的时候 我又去拍了就是街区的那个算是夜市吧 但这个夜市不是经常有 是有什么特殊的日子的时候才会有 也是乡土气息特别的浓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碰了我的相机 我上午拍的那个那些画面 就是他的光特别的奇怪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决定那一部分可能用不了 我回头再有集市的时候我会重拍 但是晚上的集市呢有一小部分还是可以用的 展示当地销售的商品 作为出生成长在生产大国中国的我们 看到这样的集市 然后以及他们所售卖的这些商品 你就很有冲动 想要化身为这个贸易商人 然后来引进一些好的商品给他们用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那他们到底卖些啥 大家自己去看看吧 好 好 这是什么 secrets 什么 哪儿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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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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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